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2009年的美国恐怖电影《神秘洞穴》 讲述一对兄弟在地下室发现无底洞的故事 影片开始 戴恩和弟弟小郑泰跟着母亲金发姐从城市搬到了偏远小镇 他讨厌这个没有朋友没有娱乐设施的小镇 好在邻居女孩朱莉长得很给力 瞬间让她对这里有了留恋 这天戴恩追着小郑泰跑进地下室 然后他们就在地下室发现一个上锁的暗门 还在旁边的油漆桶里找到了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俩兄弟打开了暗门 但门后只有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小郑泰丢了钉子 试探洞有多深 可居然迟迟都没传回来回响 于是他又用绳子掉了一个娃娃下去 但娃娃却被神秘力量给扯走了 来串门的朱莉也参观了这个洞 他们三个决定一起探索这个洞的深度 他们用鱼杆放了油漆桶进去 但一卷鱼线都放完了 油漆桶都还没落到底 戴恩怀疑这是个无底洞 于是他又把摄影机挂在绳子上 然后放进洞里录像 正当他们观看视频时 金发姐下班回家了 他们忙着应付金发姐 没看到视频里一晃而过的人眼 第二天戴恩在朱莉的带领下 参观小镇 但朱莉却在厕所遇见一个可怕的鬼女孩 独自在家的小正太也被地下室突然出现的小丑人偶吓得不轻 他最害怕小丑 按理说家里不可能有这东西 小正太把他被小丑人偶追的事告诉戴恩 戴恩却当他想象力太丰富 直到戴恩哥俩和朱莉在地下室见证了鬼女孩爬进洞穴的恐怖画面 他们才坚信这个洞有鬼 于是他们三人全副武装守在洞穴旁边 准备看看这个洞是不是真这么邪门 但他们等到金发解下夜班都没等出鬼来 以防万一戴恩走之前想把洞锁起来 可他却找不到之前的锁头 他们只好合理搬来铁柜压住洞口 第二天铁柜却被推倒了 洞口的木门也被打开 戴恩看着洞口旁边莫名出现的皮带脸色瞬间惨白 于是他拿来工具把暗门给盯死了 戴恩对这个洞的来历很在意 他让朱莉带自己去找了房子前主神怪老头燕淑 燕淑一听那个洞被打开了 那叫一个慌张啊 他说这个洞会释放出人们内心最害怕的东西 所有人都会被他杀死 戴恩三人被他说的是恍恍不安 半夜被钉死的暗门又打开了 燕淑被神秘力量袭击 领了盒饭 等戴恩又去找他时 只找到他留下的笔记本 朱莉为了缓解戴恩的焦虑心情 邀请他去自家游泳池游泳 跳进水里的戴恩却发现泳池边有个人影 等他浮上水面 人影却不见了 只有一地的泥脚印 紧接着小正泰又突然溺水 戴恩连忙把他捞上岸 他却哭着说是小丑把他拉进了水里 戴恩起初不信 直到他看见小正泰脚踝有个小手印 这时屋里又传来奇怪的声响 小正泰发现客厅里来了个警察 警察还拿出一张两个小女孩的合照 指着其中一个询问小正泰是否见过 小正泰发现这不就是那个鬼女孩吗 接着他就看见警察后脑勺上有个碗大的巴 随后警察也爬进了洞穴 戴恩拿着照片去找朱莉 才得知这个鬼女孩是他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安妮 也是他内心最大的恐惧 原来他们小时候一起去游乐园玩时 安妮不幸刷下摩天轮 但朱莉却没能救下她 接着朱莉跑到安妮丧命的游乐园 在这里她勇敢面对了安妮 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独自在家的小正泰又一次遭到小丑人偶的恐吓 这一次她鼓起勇气反击 把小丑人偶丢进了排气扇 不要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有戴恩的恐惧没有揭晓 小正泰被神秘人抓进了洞穴 戴恩才终于说出自己的恐惧 她最害怕每次喝醉就拿皮带打她的父亲 为了救弟弟 她勇敢地跳进洞穴 直面了小时候被家暴的恐惧 反击了酒鬼父亲 最后戴恩带着小正泰爬出了洞穴 但金发姐正好下班 她不顾三人左蓝打开了暗门 却只看到了一些水管 戴恩以为洞穴已经不见了 小正泰还问金发姐 最害怕什么 但等他们一走 暗门又打开了 看来金发姐也要经历一次恐惧挑战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